作为法医 只能提出有证据佐证的观点 先入为主 是法医的大敌 如果像你们所怀疑的 受付性侵真实存在的话 那么最恨刘斌的人 就有刘莉莉没错吧 性侵的真实性没有证据佐证 一切以此为推论的想法 都是谬论 那两处出血 和刘斌的死亡 没有直接的关系 确乏想象力 什么 死者头皮出现皮下出血 阴囊又肿胀 这些都是受外力攻击导致 皮下出血的特征呢 其实并不明显 你们看这两处 其实这并不是事斑 原因是这两处的出血形成 与刘斌的死亡时间 相对来说比较接近 皮下出血的转轨过程 是有固定时间的 起初不会在皮肤表面上呈现 最终会在皮肤上呈现 开始是紫色 随着出血逐渐被吸收 含铁血黄素的形成 皮下出血可能会变成青紫色 青色 黄绿色 甚至是黄褐色 厉害啊 继续 我们现在可以基本断定 刘斌的死因是溺死 但奇怪的是 他的双手并没有抓握泥沙 或者水草这样的求生反应 所以可以推断 他是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入水的 死者遇袭后 有可能出现神经抑制的情况下溺斃 所以基本可以断定 刘斌是被人攻击后 然后掉入水中死亡的 难道是他啥 刘斌遭有袭击后 体力不知落水身亡 心脏病发落水身亡 失足落水身亡 甚至是落水后瞬间昏迷 哪一条证据能证明 死者一定是被性凶者扔进河内的 不能证明 就不能确定这是一状谋杀案 我们唯一能证明的 就是刘斌在落水前遭遇过不法侵害 没错吧 大胆推测小心求证 要不然就只能看到表象 表象对案件的帮助并不大 作为法医 只能提出有证据佐证的观点 陷入为主是法医的大敌 魏波的情况如何 被内容充盈 是密钢推进到十二职场 所以刘斌应该是在禁食 两小时之内遇害的 胃里面没有酒精成分 王万 准备一下 把组织样本 送到读物检验部门去检验 好嘞 师傅 彪哥就是这样 直来直去的 我别见 你有没有注意到死者受伤的部位 右枕部 还有右颈部 都是右侧